新旗专论 台海战云密布 共机自去年9月以来 袭扰不断 国防部提供 2021年5月30日5点30分 易斯安 伊恩·伊斯登 台湾是否很快就会爆发战争 国际社会竟来被这个悲观的念头侵袭及控制 媒体业界接踵而至的热烈讨论 又制造出一些粗劣 夸张的论述 以及过度渲染的失败主义 这种情况令人遗憾 因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值得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审慎探究 台海之战尤胜 中国尚未准备好进犯台湾 首先 笔者要报告一则好消息 与读者可能听闻的情况相反 台海战云密布 冲突一触即发的设想 似乎不太可能发生 中国政府和军队尚未准备好进犯台湾 我们并未掌握犯台行动已尽在咫尺的重大迹象 尽管《环球时报》的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咆哮恫吓 但中国或台湾都没有人真的丧命 没有报道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部队展开高度逼真的复合训练 按照剧本进行的军事演习 透过镜头看似气势万千 但真枪实弹的战前训练是很可怕的 而且往往付出牺牲生命的惨重代价 到目前为止 台湾尚未发生暗杀蔡英文总统的事件 也没有出现基于全面开战的目的 企图瓦解台湾政府和社会的明显作为 社会暴动 恶意破坏 囚犯越狱 燃料短缺 黑帮暴力 水源受污等 都是台湾这个极度安全的社会 在面临中国入侵前可能出现的预警征兆 但这类情节要不是极为罕见 就是根本没发生 从各方面看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在一步步为未来的攻击行动做准备 这是他们唯一期盼在数年内完成的任务 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三月间曾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 做出如今广为人知的示警 指共军可能在2027年前入侵台湾 他并未推测届时战况 也未说明台湾是否有机会获胜 现在我们来谈谈坏消息 一场政治和军事挂钩的危机 可能已迫在眉睫 海上或空中的意外冲突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进而导致一连串战略误判 促使情势失控 共军攻击台湾李岛一说 并非空穴来风 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可以预期 共军的政治作战只会更强势 局面恐怕会往坏的一面发展 从2020年1月开始 中共大幅增加对台湾的恫吓行动 在默认台湾海峡中线的概念数十年后 北京如今宣称台海中线没有意义 不复存在 之后便派出数量惊人的军机越界 这是令人不安的举动 揭示中共的不良企图 卫星影像捕捉到 中国已在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省扩建两座军用机场 包括预计可供大量新造直升机使用的跑道和停机品等设施 而且 共军已成立新的两栖作战部队 并启用大型两栖攻击舰 而这些仅是先锋部队 中国的军工体系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正致力于包山包海的军备武器计划 这是1930年代以来 陈平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这也说明了中共的居心不良 左右当前情势的最重大因素 似乎在于习近平自身的独武世界观和侵略行径 他一路肃清一己 登上权力巅峰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这让每一个人都陷于险境之中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安心地认为 北京当局不太可能下令攻打台湾 因为他们并未集体失去理智 但不幸的是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不罚习近平这类暴君 其中有许多人最后都变成丧心病狂之徒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习近平看来 战争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合理的选项 毕竟 在吞并香港 屠杀新疆维吾尔族等事件上 他已逃过被究责 国际社会一贯的畏缩怯诺 可能会让他相信 世界实在太需要中国 会容许他犯下更多反人道罪行 近期的局势演变可能会让习近平做出误判 台湾应更多作为提升自卫力 幸好 台湾还可以有很多作为 以提升自卫能力 台湾可以取得并部署数千枚不同射程的飞弹 并筹组规模更大 训练更精良的地面部队 尤其侧重擅长城市作战的精英部队 如陆战队和宪兵队Military Police 至于台湾庞大的后备军人 也同样能从相应改革中获益 台湾政府可以储备军火和物资 并进一步培养社会对于中国威胁的认识 借此建立普罗大众的信心 万一发生人畏灾难 众人就知道如何贡献一己之力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壮阔台湾联盟发起人无疑农 已开始在台湾推动国防观念修正 制度改善等计划 其独数一格的构想 还有进一步扩展 升级的空间 美国方面 则可以指派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赴台 展开长期训练 咨询和联络任务 美军可以开始和台湾军队共同训练 并派高阶将领访台 时至今日 假如台海危机爆发 五角大厦里几乎没有资深领袖 可以为拜登总统敬言 因为这些高官甚至从未到过台北 黄润清掩饰查海岸作战环境 美国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继续对北京让步 固守那些造成台湾遭受外交孤立 持续弱势无助的现有政策 美国领导阶层不应该奖励习近平的胁迫行动 而是应该更坚定地下阻他下令攻台 目前华府和台北的官员似乎都未能对未来的美台关系 建立清晰的视野和战略 双方有必要在这方面达成共识 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 造成局势动荡 使台湾被孤立 也使北京更加胆大妄为 并且招致各方都有可能误判情势 在考量台湾安全的问题时 一旦美国决策者不再随着中共宣传机器起舞 开始脚踏实地调整政策 引发忧虑的因素自然就会减少 作者易斯安为美国智库2049计划是资深主任 中共攻台大解密 作者国际新闻中心孙宇清义 易斯安 Ian Easton 因素自然而非 接受和美国智库2049计划是资深主任的 以为理性的